老师这儿总得交学费吧 一分钱不收 孩子的生活费都是他管的 一分钱都没收过 真是善良的人 他师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要回报社会 回报残永 因为他跟我讲过 他说我以前在社会上 有很多人帮过我 我要回报社会 回报残永 师父家有没有哥哥 有两个哥哥 还有个弟弟 我觉得照顾三个已经挺累的了 三个都是男孩 还有一个女孩上了大学 五个孩子 加上他五个 还有一个六个 还有个师兄 也是没有哥哥的残疾症 你这黄老师 真的是一个大爱的人 我们把师父赶紧请上来吧 好吗 来 你有请黄老师 你好黄老师 你好主持人 我叫黄国富 是你口读画家 姚珊这学生好带不 好带 听话吗 还可以的 勤奋不勤奋 他很多东西都不会 你比如说料理自己 对不对 吃饭什么都不会 那个时候都很难 那我就说 先别说话话了 先把怎样照顾自己学会 但用这个指头 拿这个螺丝 从左车右车 两个角子练灵活了 练灵活就用角拿筷子 就夹那个豌豆 糊豆 就可以夹到嘴里面 他学会了 那么他到任何地方 他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你比如他从重庆 回荷兰也好 回山东也好 他可以独自行走 那他爸爸妈妈 这样子看到 他能够照顾自己 他爸爸妈妈 放心 我也很开心 那这也拜师学艺快十年的时间了 姚萱现在的业务能力 画画水平怎么样 刚去的时候 我师父天天让我练那个横线 练束线 我师父说这是基本功 画的我真是 一点都不想画 真坚持不下去了 太枯燥了 除了口画还要绝画 绝画 因为这个线条 它可以从这个短线 从左往右 还要从右往左 就跟写那个米字格一样的 这边往前面 前面往后面 师父都在眼神 你跟着 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腿还要站着 因为有时候 比如姚萱知道 我在家里面画画 那个工作是有名强 因为不是说为了去演练 因为要适应 这个很多这个功能 不能让它退化 是吧 还是咬毛笔 他跟我 我跟他讲的 我以前也是咬毛笔 流口水 他也是咬着这个毛笔 鼻头都咬破了 咬着跟那个耍把签一样的 他都不想咬 但是我说不行 必须咬 那毛笔只要一放到嘴里面 那嘴里面都是口水 刚开始 刚开始 现在不会了吧 现在好多了 师父满意 他现在的画画 他现在的这个作品 按照我给他打分 以十分为主 可以打到七分 有那相当不错了 三二十二嘛 要不要跟着这个黄老师 咱一起现场给大家 画一幅画 可以 来 我们取得比上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啊 这个小冬恒就画了 可以 很漂亮 春暖花开 幸福相伴 这个相伴啊 我就希望我的学生姚萱 在不久的将来找到那一半 谢谢黄老师 那今天来到幸福来敲门 姚萱是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对 姚萱 上前一步 说出幸福心愿 说出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要一套定制的毛笔 好 谢谢 来 请回来 定制的毛笔 专门是用口座画的毛笔吗 对 因为这个主感啊 你看 它咬久了过后啊 就毛了 它越接咬越严重 它就会把那个口征夺破 所以我就想专门给它定制一配毛笔 别有大中小 长中短 这样子啊 它就可以使用它画山水 画花鸟 写书画 看看我们这个幸福观察团的老板们 怎么帮到姚萱啊 我觉得黄老师跟姚萱呢 他们试图二人 好像用嘴和脚 为自己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尤其是黄老师 还有一双爱的翅膀 真的你是有大爱 你真是刚才感动我的 谢谢 所以作为我们梅儿木眼科医院呢 我愿意资助两千元 来帮助你实现梦想 带领了你这些徒弟们 能帮到更多的人 宝贝 其实我刚刚听了你的整个故事啊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你有好的爸爸妈妈 你现在有好的老师 所以我希望 你在黄老师身边 你不但要学习 黄老师交给你的技能 你要学习黄老师的品德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你要像黄老师一样 去帮助更多 像你一样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我辣桥文化 我也愿意支助一千元 来实现你的梦想 那么我们红辣椒文化传媒呢 我们擅长的是新媒体 希望可以给你提供一套 这种新媒体的培训课程 也希望你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啊 去记住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去影响身边的朋友 今天呢 看到了你们正在台上的时候 我深深地震撼到了 黄老师的这种 一排就是九年的这种坚持 和这种无私的奋献呢 是获得我们很多人 这种无限的尊重的 所以今天呢 作为杭州陕西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庇库教育 我愿意呢 提供三千元的在线的 播音主持和在线英语 另外呢 再圆梦一千元 助力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